第509集 苍生大印本来是仙气,遭遇大劫,打落回了绝品,但是其中的材质都不在黄泉图之下,作为抵挡审判之枪的防御护盾也非常合适。 但是,苍生大印刚刚飞了出去,阵法才刚刚施展开,极道大地的虚影还有无极大世界的本源之力也才刚刚显现出来,就被审判之枪一刺,那极道大地的面孔扭曲,发出愤怒的声音,极道苍生无极万象。 无极大世界的虚影立刻爆炸,强横的冲击力企图撕裂审判之枪。 但是,这审判之枪没有丝毫的颤动,依旧击杀下来,噼里啪啦一阵乱响,方寒就感觉到,极道大地的虚影也遭遇到审判直接击溃。 苍生大印被打回了原形,化为一尊有山一般大小的印记本身,被审判之枪一击而下,捅了个对穿,里面的许多世界都立刻破裂,再也无法修复。 在无穷远的地方,无极大世界一阵哀鸣,似乎是感觉到了这件本源之气的破裂,损毁。 无极星宫之中的混元无极图运转得更加的快了,和无极大世界的整个本源彻底结合在了一起,那仙气阵图发挥出了比平时更大的力量。 无极星宫之中很多至高的存在,脸上都显现出惊疑和喜色。 混元无极图,终于开始吸收无极大世界的本源,难道是苍生大印被毁灭了? 我们无极星宫居然有如此运气,看来在三千大世界中的排名又要上升了。 不好,这审判之箱难道是尸体,不是虚影,怎么连苍生大印一下就毁灭了? 难不成混乱元胎?来,给我提的! 方寒早已经和苍生大印的元灵合一,那苍生大印破碎,他简直是心脏破裂一般的感觉,疼痛无比。 苍生大印是什么宝贝,居然打破了,再也恢复不了。 他有一些怀疑,自己能不能度过这次天节了? 幸亏,那混乱血肉元胎在自己世界之中,方寒是要准备最后一刻才运用的。 现在不能不运用了,一口元气注入那血衣气灵的身体之中,那血肉元胎突然飞了出去,凝结成一个巨大的胎盘,把方寒保护在其中。 苍生大印,你居然损毁了,那就化为真龙,替我融入八部浮屠中吧。 小宿命树,命运之力,融化血肉。 三十三天至宝,八部浮屠,还不速速合二为一? 苍生大印一下破裂,庞大的元气席卷回来,方寒也不迟疑,全力施展出了小宿命树和万物化龙爵,把苍生大印破碎的元气全部都化为了真龙,融入八部浮屠中。 与此同时,他还用小宿命树融化血肉元胎本身,把无穷的血肉净化,也融入八部浮屠中。 苍生大印虽然被审判之枪一下刺破,但是破损的元气也大得不可思议,几乎是相当于一位天仙被炼化的所有力量。 这件本源法宝本来就是仙气,材质之中有许多破碎的仙道法则,一下化为真龙,融入八部浮屠中,立刻八部浮屠再次产生变化。 无数的祖龙文字出现在浮屠内部,世界精壁系逐渐转化为了一种仙境。 里面刚刚炸裂的世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恢复,一个刹那之间全部恢复之后还更加坚固。 而三十三天至宝被这股仙道元气一冲,也急速地成长起来。 但是,三十三天至宝越成长,反而是越和八部浮屠的力量产生排斥,在至尊龙珠之中再次产生爆炸。 我的天,在这个时候,居然还内讧,八部浮屠和三十三天至宝还不融合。 冯寒恨的是咬牙切齿,他感觉到那血肉元胎的阵法也被不断撕裂,审判之枪深深地破坏了血肉元胎的力量,渗透进来,要把自己击杀。 那审判之枪在毁灭了苍生大印之后,又撕裂混乱元胎,不过,混乱元胎的韧性远远超越了苍生大印,被撕裂之后再度要恢复。 不过,那审判之枪的枪头已经深入了其中,无边的压力再次笼罩住方寒,噼里啪啦。 方寒身处在无边的血肉之中,但是仍旧看到巨大的枪头一捅进来,八部浮屠之中再次处处爆炸,那三十三天至宝也停止了躁动。 所有的绝品盗器,给我瓦解,万物化龙,统统化龙,抵挡枪头。 审判之枪的枪头击杀而来,方寒载着一栋,磨到五宗的山门,五剑绝品盗器,如蛮荒战宝,炼玉血池,还有仙道其他门派的绝品盗器山门,在庞大的力量之下,全部都化为了真龙。 通天剑城,被万物化龙爵一催,突然之间,化为一道长达数十万丈的剑龙,狂飞出方寒的世界。 日月剑宗的山门,水晶洞天的山门,都是一样。 而那最为坚固的辽味金枪也飞出去,化为一条太古金龙。 这些绝品盗器,统统都融入了八部浮图中。 除了黄泉图之外,房寒身上能够找得到的宝贝,甚至是包括枯荣真君四大虚仙,两位神尊身上的一些铠甲,配件,戒指等法宝,也都化为真龙。 八部浮图从来没有吸出过如此之多的法宝,诸多绝品盗器,苍生大印,数不清的下品盗器,中品盗器,上品盗器,半绝品盗器,都融入了其中。 这八部浮图的力量,瞬息之间就攀增到了一种绝品盗器的巅峰,甚至是已经到达半仙气的层次。 要知道,苍生大印中拥有破碎的仙道法则,方寒的力量也陡然增加,那已经熄灭的浮屠龙火再次熊熊燃烧起来。 面对审判之枪的击杀,他再次一找硬抓了过去。 愚昧的人啊,妄图反抗审判的力量,在最终审判的面前,任何存在,只有听从审判的制裁。 审判之枪一震,无数的血肉纷纷撕裂,那巨大血肉圆胎居然震得飞了出去,脱离方寒的身体,现在的方寒就成了赤裸裸的存在。 一枪,仅仅是一枪吃辣,就把洪荒祖龙的身体给直接扎穿,就像当日方寒拿撩日金枪捅穿一元宗太上长老袁山岳一般。 现在,方寒也被捅在枪上,一条洪荒祖龙被审判之枪捅穿。 无边的疼痛从方寒身体中传递出来,他的身体在这一刻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天洁的力量显现了出来,他用尽全身的力量都无法抵挡。 那巨大的枪头不但贯穿了八部浮屠之中许多世界,里面豢养的天魔生灵纷纷燃烧,遭受到了重大损失。 而且,那枪头似乎还寻找到了方寒的本命世界,一下钻入,要破坏他的世界法则种子。 造化神奇残片 方寒企图希望那龟甲残片能够挽回败局,但是却失望了。 那龟甲残片先后抵挡了复仇之矛失落之剑以后,已经开始瓦解。 而现在的审判之枪显然不是虚影那么简单。 一下弹入了方寒的世界,整个世界都开始分裂。 那审判之枪的一点寒芒击射而出,要击破方寒体内世界的中心。 一下击破之后,方寒就会彻底毁灭。 左无尽,荒神之池,给我抵挡住啊。 方寒此时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让黄泉图来抵挡都迟了。 在最后关头,他意念一动,在世界中装在荒神之池的祖物镜,居然飞起来,护住了那世界的中心,所有法则种子。 审判之枪,一点寒芒,无坚不摧。 但是,突然一下击杀在祖物镜上面,这面已经失去了任何功效的镜子,突然绽放出了灰蒙蒙的光,上面出现了裂痕。 方寒也没有想到,自己死马当作活马医的一手,居然真的抵挡住了审判之枪。 祖物镜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所有的灵效都失去了。 当初连盘武先尊天军级别的修为都没有能够练制成功,只在其中开辟了一道空间,方寒就知道,这祖物镜绝对不是一般的法宝可以比拟。 至少,才智之坚硬超越了苍生大义,甚至超越了黄泉图。 审判之枪击杀在祖物镜上,镜子上面产生了裂痕,无穷的枪劲轰击入其中,要把祖物镜一下就轰破,然后撕裂,再彻底把方寒的本命世界法则给撕破,毁灭这个窃取了命运,亵渎了造化的人。 方寒的世界中,所有的人都隐藏在法则种子中,看着一面巨大的镜子抵挡住了审判之枪,这些人都已经无能为力,等待着最后的宣判。 审判之枪的枪劲不断轰击进入祖物镜中,把其中的荒神之池、世界之术轰击得震动连连,祖物镜的本源似乎是遭遇到了巨大的挑衅。 其中一股沉睡很久的古老意志突然爆发了出来,那灰蒙蒙的气息突然一下变得异常浓烈,方寒甚至是从其中感觉到的邪恶、恐怖、死灰一般的气息。 这是万恶之源的气息,方寒心神一动,他在分宝岩的巨大的神观之中,看到的死灰色气息和祖物镜上冒出来的一模一样。 祖物镜被轰破之后,居然也化为了这种万恶之源的气息来,两者到底是有什么关联,不过这些方寒都没有时间想了,因为祖物镜还有整个荒神之池都在抵抗着审判之枪的枪劲。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个祖物镜突然爆炸。 其中,巨大的荒神之池飞了出来,不知道多长,宛如一根打开仙界的钥匙和审判之枪对撞在一起,审判之枪上面发出了一声惊疑,突然龙舌般的缩了回去。 好机会,难道击退了审判之枪? 方寒心神一动,世界开始恢复,神念传递出去,同时,他的世界之中传达来了风白雨的声音。 方寒,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审判之枪在酝酿最强的一击,你的大劫还没有过去,不过这是一个机会,立刻把祖物镜,荒神之池都镇压在八部浮屠之中。 祖物镜是上一个宇宙破灭之时留下来的物质,荒神之池,拥有最强的力量,两两镇压,必定能够把三十三天至宝和八部浮屠融合,你就会拥有一件媲美仙气的至宝。 审判之枪还没有被击退,再酝酿最强一击,荒神之池,祖物镜,方寒一听,寒冒都竖了起来,他立刻催动了所有的力量,爆发出所有的意志,催动八部浮屠,人宝合一。 一股元气喷射在荒神之池上面,而所有的意志,包裹住祖物镜被击破的碎片,一股脑打入了八部浮屠之中,最为核心的世界深处。 荒神之池,其实并不是单独储存物品的宝贝,而是一件法宝,攻击性最强的法宝。 可惜的是,方寒修为浅薄,根本无法催动,现在,他就作为定海神针,一下镇压,打入八部浮屠中,让三十三天至宝和八部浮屠彻底融合。 而左屋镜的清华,也融入八部浮屠的世界中。 打炼宝术,三十三天炼宝秘诀,万物化龙。 方寒一人打出了三种秘诀,在体内世界之中,那造化神器残片龟甲轰然破裂,浩浩荡荡的造化之气,弥漫身体,也弥漫进入了四大虚仙,两大神尊的身体中。 所有的人物,同时打出了炼制法宝的秘诀。 整个八部浮屠两千九百九十九个世界,接受了足尽物质的渗透,瞬息之间,就好像经历了无穷岁月的洗礼。 里面居然产生了一种十足本源,上一个宇宙的气息,一种异样的法则。 那一个个的世界经济系,真正开始坚固,不可摧毁。 八部浮屠之中,溺重重的世界,几乎有了一种和方寒本命世界一样磅礴的力量。 三十三天至宝在至尊龙珠中不停地膨胀,但是突然一座通天神墓荒神之池,直接降落下来。 居然把至尊龙珠还有这三十三天至宝硬生生地打入了两千九百九十九个世界的夹缝之中。 这种力量等于是把一个宇宙打入另外一个宇宙之中。 本来,三十三天至宝的本源遭遇到这么强烈的镇压,就要自爆,但是却接触到了足尽融化的元气,那种万恶之源的气息居然沉淀了下来。 和至尊龙珠一下结合,乌拉一声,那至尊龙珠居然化为了一团元气,演化出了一个巨大的世界。 那巨大世界拥有三十三重时空,一重比一重玄妙,在祖无精的力量之下,这时空坚固居然化成了三十三天世界。 而荒神之池则是如晴天柱一般支撑起了三十三天世界运转的力量。 终于,三千世界,八部浮屠,大圆满,弥合。 八部浮屠三十三天至宝,是两种极端的力量,就算是金仙,甚至是天君,都恐怕不能够融合在一起。 但是现在,在天结之中,审判之枪的威胁下,尤其是祖无精,祖无精破碎的元气,好像一个压轴的圣物,彻底的把两种极端的力量融合一起。 八部浮屠整个塔身突然一变,变成了一种似白似黑,似乎混沌一般的颜色,坚不可摧。 此时,这座浮屠的力量已经打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既具有八部浮屠的所有特性,又具有三十三天至宝的所有特性。 而且,荒神之池也成为了八部浮屠最中心的一根柱子。 三千世界最终圆满。 在这大圆满的一刹那,整个浮屠上面爆发出了嘹亮的天歌,那歌唱的声音似乎来自于远古,在上一个宇宙之中留下来的音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意味。 天歌之中,八部浮屠近身的力量传递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体之中。 木道人身体一震,浑身法力,提升了一个境界。 而龙道人诸多在八部浮屠中的人物,甚至那些四亿八千万的古天魔也都提升了等级。 有一个古天魔甚至也从混动静一下晋升到了虚仙境,引发了天结仙界雷伐。 可惜的是,在方寒这仙界雷伐之中,这尊古天魔的雷伐根本算不了什么。 零零散散夹杂在如山如海一般的命星雷虚空雷中,不成模样,还没有靠近八部浮屠,就被震散。 零雷伐,拜见主人。 这尊古天魔一下子晋升为虚仙,力量节节攀升,使所有古天魔之中的统领,身体强横,穿着一身黑色的铠甲,几乎比得上两大神尊的力量。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梦入神机的长天玄幻小说《永生》第509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欢迎您继续收听。